否則在其他時段 明明他都是在線中的 他都會offline 讓你慢慢可以回復 歡迎各位院友收看 我算你的愛情院長 你轉 今天的主題就是 怎樣在訊息當中 看得出對方對你有意思呢 你會不會有一個情況就是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再主動 再升溫 甚至去到曖昧的階段 不要講 又或者過去你有沒有遇過一個這樣的情況 就是你們曾經每天都聊天 但是拖拖拉拉之後 現在好像完全都不認識 都說了 不要再說了 死因可能就是 你沒辦法掌握一些 開綠燈的訊號 今天你專門就會把答案告訴你 Let's go 第一 在溝通穩定之前 通常對方都不會跟你說 晚安或者去睡 如果一個人對你有意思的話 他會很怕跟你斷了對話的連接性 很擔心跟你說完之後 下次未必那麼容易再跟你打開話題 所以當你們的對話 未變成一種日常之前 他是不會跟你說晚安或者去睡 而是會 直接消失 直接消失 咦? 他發了訊息給我 都這麼晚了 當然才回 除非他是很熱情 很厚臉皮的人 每天睡醒都不介意做 重新打開話題的那個人 否則對一般人而言 深夜的突然消失 是一個正面的訊號 第二 對方往往以offline的形式等你回復 在你們開始會有好感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們的訊息可能是很豐富的多重對話 是一些真的需要細心思考才可以回復的內容 所以 除非是一些特別的時段 例如每晚睡前你們都會一直聊Whatsapp 否則在其他時段 明明他都是在線中的 他都會offline等你慢慢可以回復 同時也都製造空間給自己 可以想一下如何慢慢回復你 第三 他不會稱呼你做朋友 因為對他來說 他不想令你誤會覺得你們是不可能 不會過電 所以假如對方不是情場高手的話 一般情況之下 如果他對你有意思的話 他不會稱呼你做朋友 不會說 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們這麼好的朋友 一定會站在你這邊 這些 這樣的說話 換句說話 如果對方一直跟你強調朋友的話 你知道自己不會成功 這集說到這裡 喜歡這條短片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和like我這條短片 如果有什麼感情上的問題 尤其是關於失戀 複合和結識異性的話 歡迎透過我的社交平台 還有EBOX喔 然後等下一起交易均勾 掰